为什么饭店炒好的猪肝总是嫩滑爽口,不老不柴 其实要想把猪肝炒得好吃,是要讲究一定技巧的 今天就把猪肝好吃的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谢谢大家 首先,买回来的猪肝切除掉筋膜以后,再把猪肝切成薄片 猪肝切好以后,放入一个盆中 倒入一小勺的盐,再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料酒 然后再用淋纳发起来的小手抓拌两分钟 盐能够溶解出猪肝里面的医血 提前加入料酒可以使猪肝去腥 抓拌的时候要一边抓一边挤 抓拌好以后,再倒入足量的清水,把猪肝反复地清洗干净 也可以把猪肝放到流动的清水中,反复地冲洗 清洗好的猪肝沥干水分 然后用厨房纸把猪肝表面的水分给吸干 方便腌制的时候入味 接着再次倒一些料酒 倒入一点点的盐,鸡精和白糖 一点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再淋入20克左右的生抽和10克的老抽上色 一勺的蚝油提鲜 把所有的调味料都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再倒入一勺玉米淀粉或者红薯淀粉 锁住猪肝的水分 最后再淋入一些食用油 防止猪肝下锅煸炒的时候,粘连接一起 抓拌好以后腌制15分钟,让猪肝入味儿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些配菜 把姜和蒜切成薄片 几根蒜苔切成长段 再准备一个大红椒切成菱形片 青椒也切成菱形片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起锅往锅中倒一些食用油 先把油温烧到7成热 再倒入腌制好的猪肝 打开大火快速的翻炒30秒钟 把猪肝炒至变色定型 猪肝炒好以后,先盛出备用 然后再次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先放入姜和蒜 把姜蒜炒出香味儿 炒香以后,再倒入青红椒和蒜苔 继续翻炒一分钟 把这几种食材都炒熟 炒好以后,再倒入20克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提鲜 把这几种食材炒入味儿 炒好以后,重新倒入猪肝 再次把火调到最大 继续翻炒半分钟的时间 彻底的把猪肝炒熟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炒好的猪肝鲜嫩可口 不老不柴 一点腥味儿也没有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